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我是脑补军 2018年由华裔导演 温子仁指导的超级英雄电影 海王在全球范围内爆火 而影片中的故事背景则是 失落已久的亚特兰蒂斯文明 对于亚特兰蒂斯这个名字 或许大家从小就在各种神话 以及科幻电影中听说过 传说中亚特兰蒂斯是远古时期 一处高度发达的海洋文明 拥有璀璨的文化和远超我们如今的科技 然而就是这个最接近神之领域的国度 却在一万两千年前后 因为种种灾难神秘的消失了 在影片《海王》中 亚特兰蒂斯沉入了海底 那么电影中的故事架构 是不是完全凭空想象的呢 历史上是否真的存在过亚特兰蒂斯文明 如果确实存在过 那么亚特兰蒂斯的遗迹 现在又会在何处呢 对于亚特兰蒂斯的记载 最早出现在古希腊哲学家 柏拉图的著作《对话录》当中 其中《地脉欧》片和《克里迪亚》片中 都详细地描述了亚特兰蒂斯的故事 书中记载 亚特兰蒂斯大概位于海格里斯之柱 也就是今天直布罗陀海峡对面的岛上 据说亚特兰蒂斯岛虽然海岸险峻 但岛中央却是宽广肥沃的平原 其首都波塞多尼亚位于亚特兰蒂斯的中心 十分繁华 并建有壮丽的王宫和神殿 神殿是以黄金、白银、象牙和犹如火焰般闪闪发光 名为山黄铜的金属所装饰 据书中记载 山黄铜是亚特兰蒂斯独有的一种金属 它的价值仅次于黄金 并且这种金属特别适合制作成武器 十分珍贵 此处亚特兰蒂斯还有一个明显的特征 那就是它著名的三层铜心圆结构 在亚特兰蒂斯中央王都的四周 建有三层环状运河布局十分巧妙 相传亚特兰蒂斯的创建者是海神波赛东 原来这座岛屿是波赛东金屋藏胶之处 波赛东与一位父母双亡的美丽少女相爱 但又不能让众神知道 便把她安置在岛上 美丽的妻子为她生下了五对双胞胎十个儿子 于是波赛东将整座岛屿划分为十个区域 分别让十个儿子来统治 并以长子为最高统治者 因为这个长子叫做阿特拉斯 因此该国称为亚特兰蒂斯王国 波赛东的每个儿子都自行管理自己的土地 不受海神和其他兄弟的干涉 都会保持联系 他们每时隔五到六年 就要到国家中央的波赛东神殿开一次大会 商讨权力的分配 类似现在的联邦体制 我们可以把亚特兰蒂斯想象成一个现代文明国家 根据柏拉图的描述 这里的人受过教育 有着异常聪明的大脑 他们不仅掌握着先进的技术 还拥有数之不尽的财富 过着无忧无虑的生活 除此之外 亚特兰蒂斯还拥有庞大的军队 他们拥有一万辆战车和一千二百艘战船 当过足了安逸的生活 他们开始将脚步伸向更远的地方 甚至开始侵略 久而久之 人们退去了最初的勤劳智慧 沉浸在奢靡腐败 人伦伦丧之中 最后激怒了天神 得到了毁灭性的惩罚 众神之王宙斯 把地震与洪水降临在亚特兰蒂斯 终结了亚特兰蒂斯的一切 据传说 当时的亚特兰蒂斯 正要与雅典展开一场大战 没想到 就在将要开战之际 亚特兰蒂斯却遭到了地震和水灾 不到一天一夜就完全消失了 亚特兰蒂斯文明就此从地球上神秘消失 正因为这场灾难惊天动地 再加上和雅典人息息相关 所以一代又一代的雅典人口口相传 才传到了柏拉图那里 然后柏拉图把这段故事记载了下来 流传至今 当然有很多人并不相信亚特兰蒂斯的存在 认为这只是柏拉图所描绘的理想国 有点类似于陶渊明所描绘的世外陶原 或者是伟大的哲学家柏拉图 只是想借用这个被神毁灭的神话来警告雅典人 不要重蹈亚特兰蒂斯人的覆辙 当然也有很多人相信亚特兰蒂斯 曾经真真切切在地球上存在过 再加上距今一万年左右 应该多多少少会找到其存在的证据 毕竟如果能够发现亚特兰蒂斯的遗址或许就能研究出这个高度文明灭亡的原因 或者是从遗址中发现超越现代科学的先进技术 那么我们就可以解开许多困扰我们已久的未解之谜 例如埃及金字塔和世界各地的史前巨石建筑等等 所以很多人便开始寻找这个神秘国度存在的证据 许多考古学家与探险家们也参与其中 那么亚特兰蒂斯究竟在哪里 根据网上数字最小的资料显示 世界上伊斯亚特兰蒂斯遗址的地方就有多达40多处 夸张一点的资料更是称 伊斯亚特兰蒂斯遗址的地方多达1000多处 但大多数人认为可能性最大的地方只有两处 第一处就是我们现在的南极洲 这要从一张远古地图说起 在上世纪初 土耳其的亚历山大图书馆中发现了一张古代世界地图 这张神奇的地图就是著名的皮尔雷斯地图 由土耳其海军司令皮尔雷斯所绘制 也因此而得名 地图上面不仅清晰地绘制出了整个美洲大陆和南极洲的位置及轮廓 而且还特别标注称 这张地图是参照更古老的世界地图 于15世纪初所绘制的 这里就有一个无法解释的问题 那就是1942年之前 人们根本不知道美洲大陆的存在 那么远古地图又是如何准确进行描绘的呢 更夸张的是我们现代人是1818年才发现了南极大陆 而这张地图对南极竟然也有准确的描绘 另外学者们发现这张古地图上所绘制的美洲大陆 和如今的美洲大陆形状几乎完全一致 而绘制的南极轮廓却和如今的南极大陆有着较大的差别 我们都知道南极大陆是冰雪的世界 可是古代地图上的南极却并没有被冰雪覆盖 看起来是一片非常温暖的土地 一开始研究者们百思不得其解 一直到了卫星摇杆技术的出现 通过拍摄冰层下的南极大陆 人们才意识到古代地图里温暖如春的南极大陆竟然真的存在 因为科学家发现了南极蕴藏着丰富的煤炭资源 还陆续的在南极州边缘地区 发现了很多远古陆生动植物的化石 这一切都表明南极曾是一片温暖的土地 拥有茂密的森林和丰富的动植物 所以在南极州上很可能存在着人类活动的痕迹 通过这张古地图可以看出 当时在南极州生活的人类已经有了非常发达的文明 他们已经对地球有了一个非常全面的认识 至少可以远航 那么会不会南极就是传说中的亚特兰蒂斯呢 如果这种推测成立 那么也表明伴随着气温骤降 亚特兰蒂斯被冰雪覆盖逐渐消失 所以才会一点痕迹都没有留下 当然很多人会说 传说中亚特兰蒂斯的位置与如今南极大陆相差太大 不过研究者推测 地球的自转轴并不稳定 如今的南北极曾经并不是地球的两极 所以位置上与现在存在着一定的区别 如此以来南极州曾经温暖如春也就不显得突兀了 拥有高度发达的文明也是非常有可能的 爱因斯坦曾经就认为 一万多年前北极并不在现在的北极点上 而在今天的加拿大北海岸附近 南极也不在现在的南极点上 而是在温带地区 许多网友通过谷歌地图 在南极发现了一些疑似金字塔的物体 甚至还有一些疑似建筑的遗址 使得远古文明的说法具有了一点可信度 并非单纯的凭空想象 除了南极之外 第二处疑似亚特兰蒂斯遗址的地方 则是一处名为撒哈拉之眼的地方 撒哈拉之眼位于撒哈拉沙漠西南部 毛里塔尼亚境内 撒哈拉之眼和柏拉图书中所描述的 亚特兰蒂斯极为相似 所以有很多人认为 很有可能撒哈拉之眼就是亚特兰蒂斯的遗址 撒哈拉之眼是1965年 因为宇航员拍的照片才被人类所发现了 然后凭借奇特的构造 吸引了众多地质学家前去探查 起初地质学家怀疑撒哈拉之眼只是个陨石坑 但在周围并没有发现陨石碎片 而且中心地势平坦 另外也没有发现被高温灼烧 与被陨石撞击的痕迹 所以陨石撞击形成说就被否认了 再加上也不符合火山爆发的证据 所以火山爆发形成说也被否认了 再加上地球上除了撒哈拉之眼之外 就再也没有这种构造的地方了 所以目前为止 科学家也没有搞清楚 撒哈拉之眼这种地质结构究竟是怎么形成的 但在外表上看 撒哈拉之眼的结构确实和传说中描绘的亚特兰蒂斯特别的像 都是一圈一圈的同心圆结构 经过实地测量得出的数据 更让相信亚特兰蒂斯存在的人认为这就是亚特兰蒂斯遗址的所在 因为经过测量 撒哈拉之眼的外圈直径为23.5千米 而书中描绘的亚特兰蒂斯的尺寸为23.49千米 两者尺寸惊人的一致 除此之外 在柏拉图的书中还描绘了亚特兰蒂斯环形城市外有广阔的平原 然后城市北面靠着环山 南面靠着海 通过柏拉图的描绘 再来看一下撒哈拉之眼是不是惊人的相似 不过有一点是不一样的 就是本来应该是大海的位置 却变成了沙子 但是通过谷歌地图可以看到 原本是大海位置的沙子 都有一缕一缕的痕迹 感觉好像是被水流冲刷过的痕迹 而且地质学家经过勘探也证明了这一点 确实发现了水石的痕迹 这就说明这个地方一定有过大量的水 近些年来 生物学家也在撒哈拉沙漠的周围发现了许多海洋生物的化石 所以很早就有人推测 撒哈拉沙漠原来就是一片海洋 也就是说撒哈拉之眼外围的这个地方 曾经很可能就是大海 这样就基本符合了柏拉图对亚特兰蒂斯的描述 这时候可能又有人提出疑问 亚特兰蒂斯不应该被海水淹没了吗 为什么现在会出现在陆地上呢 其实柏拉图在书中说过 亚特兰蒂斯被一个巨浪拍下去之后 成为了船 永远无法到达的地方 所以 有研究人员猜测是不是因为亚特兰蒂斯所在的地方 因为大地震或者是大海啸 导致了大陆板块产生了剧烈的变化 直接被抬升了 原来用海水的地方变成了陆地 这就解释了柏拉图为什么要用船到不了的地方 来描述亚特兰蒂斯的消失 也解释了疑似亚特兰蒂斯遗址的撒哈拉之野 为什么会出现在陆地上 而不是在海底 另外书中也提到过 亚特兰蒂斯是一个盛产黄金和山黄铜的国家 山黄铜究竟是什么 现在没有人知道 但是撒哈拉之眼所在的国家 毛里塔尼亚是非洲第二大矿产国 主要产铁 当然也产金银 世界上最大的采金公司就在这里采金 柏拉图说 山黄铜特别适合做武器 金银肯定不适合做武器 因为质地不够坚硬 所以 如果山黄铜是铁的话 那正好和柏拉图所说的就对上了 也和现在毛里塔尼亚的实际情况相吻合 而且 毛里塔尼亚传说中的第一代国王 竟然也叫阿特拉斯 虽然这些并不能作为亚特兰蒂斯存在过的证据 但是这些种种不可思议的巧合 也让很多人开始怀疑 关于亚特兰蒂斯的种种传说 或许并不是单纯的空穴来风 世间有无数的大门 但是有这样的四扇大门 密封着世间无数的秘密 几百年来 从未被人们打开过 传说只要打开这四扇大门 新世界就会到来 今天脑补军就带领大家去看看 这四扇无法打开的神秘大门 太极灵作为印度知名度最高的建筑之一 它全名为太极马哈拉 是一座白色大理石建造而成的巨大陵墓 现如今已成为印度境内一大旅游景点 据说太极灵背后还隐藏着一段 淒美的爱情故事 一位来自波斯的美丽聪慧女子 她多才多艺 入宫十九年深得皇帝喜爱 为此 沙杰汉还封他为太极马哈尔 亦为宫廷的皇冠 可谓集三千宠爱于一身 但是自古红颜多薄命 古今中外皆是如此 太极在三十九岁时生下了第十四个孩子后 香消玉允 此消息传来 沙杰汉竟然一夜白头 伤痛欲绝的沙杰汉决定 为他的爱妃修建一座绝世仅有的陵墓 他动用了皇室特权 举全国之力开始修建太极灵 然而建造这座陵墓可谓是劳民伤财 几乎动用了印度当时大部分财力和物力 据说 这座伟大的建筑动用了一千多头大象 两万多名工人和二十多年的时间才完成 宫殿设计的非常独特 四个高约四十米的尖塔 矗立在巨大平台边缘 看起来十分漂亮 但是当初宫殿设计却是与美学无关 因为当时很多巨型建筑 都被自身重量压垮 所以太极灵设计师就让塔楼远离坟墓 此外他还让塔楼有一点巧妙的倾斜 这样即使掉下来也不至于损坏太极灵其他部分 太极灵除了有这段凄美的爱情故事 内部还有很多充满神秘的地方 其中就隐藏了许多密封的房间 这些房间没人可以进去 而关于这些密封的房间是众说纷纭 一些研究人员认为 这些密封房间是由大理石制成 如果暴露于外界就会和二氧化碳结合变成碳酸钙 这样房间也就容易脱落 最终会让太极灵的四座塔楼倒塌 所以一直封闭着这些房间 但是事实真相如何还未完全揭开 第二个 帕德玛纳八十瓦米庙 帕德玛纳八十瓦米庙 是有着亿万宝藏之称的神庙 这座神庙的宝藏之所以可以重现天日 还要感谢一位叫桑达拉拉江的人 他曾经是当地政府的情报局官员 退休之后定居于神庙附近 作为印度教虔诚的信徒 他每天都去神庙祷告 在此期间 他发现这里安全工作不够好 于是向联邦法院投诉 要求政府收回神庙的管理权 同时负责神庙内财产的处理与管理 之后神庙就交由政府负责 负责清点神庙资产的管理人员 将神庙的六个地下密室 分别用英文A到F进行编号 之后他们打开了这些 已经封闭140年的密室 最终他们费了九牛二虎之力 才打开了这些密室 在2012年 前五个密室向人们展示了无数珍宝 里面无数的黄金 宝石 还有一些无价之宝 其总价值超过一亿万卢比 约合1450亿元人民币 但是第六个房间呢 密室的门始终是关闭的 据说并非人们不想打开 而是许多人相信 这个房间的大门是有致命的诅咒保护 只能由圣人念动诅咒 才可以破解 但是现在无人能够胜任 所以目前也只能暂时封闭 第三个 狮身人面像 狮身人面像是世界上 最大的整块巨石雕像 这个人面雕像 高18米 长73米 宽19米 一直静静地守候在金字塔旁 根据科学家估计 这个雕像已经建造有4500年之久 多年来科学家一直致力于揭开其雕像的秘密 根据考证 雕像是由100人花费三年时间雕刻而成 并且原始的雕像比现在的还要庞大 更有意思的是 当时建造雕像的人并不是奴隶 而是雕刻记忆精湛的工人 而且这个建造者也不是法老胡夫 而是他的小儿子哈夫拉 这个雕像就是代表哈夫拉他自己 根据岩石对比哈夫拉金字塔与雕像的石头 是同一种 当然这些并不是石神人面向的最大秘密 考古学家在地震仪的帮助下 在雕像下面发现了两个深度为7.6米的巨型房间 这些房间就位于雕像的两个爪子下面 有些人认为这两个大厅里存放着记录生命本身的秘密 还有一些人则认为这里记录着亚特兰蒂斯秘密 然而这两种理论都没有任何证据可言 而这两间房间入口都是被密封的 人们无法进入其中去查看 这也阻碍了人们揭开地下室的神秘面纱 第四个 秦始皇陵 说到秦始皇陵想必大家都是耳熟能详 这里躺着中国第一位始皇帝秦始皇 他的陵墓修建规模空前宏大 内部结构也极其复杂 可以说是其他皇帝都不能急的 秦始皇陵的修建总共耗费了38年 根据史料记载 陵墓内部水银化成山川大河 头顶的叶明珠日夜交辉 金银珠宝更是数不胜数 这一切都是因为秦始皇梦想着死后 也能享受生前一样的荣华富贵 所以内部都是按照皇宫为模板建造 其实秦始皇陵到现在一直不正式打开 主要有以下三个原因 第一个是 技术手段有限 秦始皇陵的发掘不同于普通古墓 无论是专业技术还是保护手段 都不能有任何差池 秦始皇陵内的文物实在太多 如果挖出来得不到有效保护 那么很多珍贵文物都会瞬间养化 据说 秦始皇陵兵马俑当初刚挖出来 也是色彩艳丽的 只是颜色很快被养化 才成为如今的土黄色 而且里面还有大量的丝绸 与精美字画 甚至还包括始皇帝的龙袍 这一切都可能会瞬间化为乌有 第二个是 目前人力财力有限 根据目前技术勘测与反馈 秦始皇陵大约占地56平方公里 相当于80个故宫那么大 而且是深埋于大山之中 如果决定开始挖掘 那么就需要持续不断往里投入财力物力 而且随着挖掘时间的推移 只会投入的越来越多 并且后期维护如此多的文物 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 对于国家目前来说 还是难以承受的负担 最后一个就是不可控因素太多 这个才是最重要的 我们都知道秦始皇陵地宫埋藏的非常深 甚至穿过了好几层地下水源 目前专家缺乏挖掘这一块的经验 一旦深入地宫之下一切都是未知的 如果处理不妥造成的破坏 可能就是毁灭性的 而且里面设置了大量的机关 一不小心 也可能有大量人员伤亡 那么说到最后 这四个地方的秘密 你们最希望哪个真正打开呢 但是脑补军今天要告诉你 这并非都市传说 一万多年前 一个古老的文明毁灭了 随着人们对撒哈拉 沙漠的认知不断加深 似乎沙漠中的那座大眼睛 以及周围象征着洪水的地貌 以及在大西洋海床上 发现的冲击层等等 这些种种迹象表明 所谓的撒哈拉之眼 很可能就是亚特兰蒂斯的真相 1965年6月3日 美国的双子座四号航天器发射升空 两名宇航员在太空停留了四天 完成了人类的第二次太空行走 他们拍下了一张令人震惊的照片 撒哈拉之眼 这与柏拉图所提及的亚特兰蒂斯 几乎一模一样 从那时起 都市传说开始流传 人们说亚特兰蒂斯是一万多年前毁灭的上一个文明 他们拥有先进的科技 但亚特兰蒂斯大陆沉没了 他们的遗迹也全部沉入了大海 不知所踪 但现在情况不同了 太空人发现了他们的遗址 与古代记载吻合 在沙漠中 水边的那片沙漠 会是重新浮出水面的亚特兰蒂斯吗 两年后 美国海军再次执行了一项绝密行动 行动档案在2004年解密 随后 一位来自美国军方的独立调查人员 吉米·克塞蒂说 我在文件中惊讶地发现了 为何要调查撒哈拉之眼 解密文件结尾处介绍说 这是美国海军的磁网项目 旨在收集全球最新 最精确的地磁数据 这些数据将用于地磁制图 高级导航系统 太空计划 和美国的其他科学计划 调查遍布全球 其中重点调查 位于撒哈拉沙漠 毛里坦尼亚境内的 理查德结构 也就是所谓的撒哈拉之眼 看来 太空人回来后 不仅民间传说着亚特兰蒂斯 就连美国军方对这一地区也很感兴趣 从解密文件来看 美国海军的调查 很可能是发现了一些东西 由于解密文件中出现了 一大一小两处打码 一处小的打码提到 我们使用一架空中运输机平台 检测数据 但平台上携带了一种 打码保密的数据接收装置 接着第二处打码更加引人瞩目 他提到 虽然这项调查的科学方面内容 完全不保密 可供全世界科学家使用 但接下来我们到底发生了什么 不好意思 尽管受信息自由法档案解密的限制 但打码的内容仍然无法透露 仔细琢磨这句话 虽然科学方面的内容不保密 似乎意味着打码的部分 可能是非科学方面的内容嘛 这可能是发现亚特兰蒂斯的线索 一问就像一个深不见底的兔子洞 吉米决定继续深入调查 2600年前 古希腊学者 梭伦前往埃及 一位埃及祭司 在巨大幽暗的神庙中 向他讲述了亚特兰蒂斯的故事 当时 海洋能够容纳一支强大的军队 向东进发 他们傲慢地进攻整个欧洲 甚至亚洲 在你们希腊人所说的海格利斯支柱之外 有一片 列索斯军队就来自那里 在那片列索斯之上 有一个拥有伟大而奇妙力量的国王联盟 如果是亚特兰蒂斯 那就是他们统治着那片列索斯 也统治着许多其他的列术师和大陆的某些部分等等 这次人与祭司的谈话持续了整整一个下午 然而 列索斯是什么 那时的海洋又是如何能够通航的呢 海格利斯支柱又在哪里 伟大而奇妙的力量又是什么 140年后 古希腊历史学之父希罗多德 再次造访埃及 但他所见 已经是断壁残垣的神庙 和被封杀掩埋的金字塔 掌握古老知识的记师们早已老去 那些关于远古世界的信息 在希罗多德这里变成了灵 碎的拼图 幸运的是 这些拼图后来被希罗多德绘制成了一张最原始的世界地图 在东边有印度 有古墓 有独墓人山谷 还有无边的卫之和沙漠 南边有着文明未开之地的伊索比亚和拉比亚 北边有着无边无际的卫之地带 和无数条幽冥奔腾的河流 而到了最东边 我们惊讶地发现了一个名词 海格利斯支柱 原来这是指今天的植布罗陀海峡 而传说中海格利斯是亚特兰蒂斯之外的地方 然而当我们的目光稍稍往下一时 海格利斯支柱的南边竟然赫然写着阿特拉斯和亚特兰蒂斯 那么 西罗多德当年到底发现了什么 不知不觉又过去了一百年 当古希腊先贤柏拉图重新讲述这个故事时 他说自己并没有去过埃及 但他整理了梭伦和西罗多德的埃及见闻 有关亚特兰蒂斯的故事大概是这样的 第一 亚特兰蒂斯的毁灭发生在梭伦之前的九千年 也就是距今一万一千六百年前 第二 所谓伟大而奇妙的力量 是一种超越时代的先进力量 第三 亚特兰蒂斯的国王叫做阿特拉斯 他是海神波赛东的儿子 国王联盟是一个众神之子的俱乐部 还有十几位国王 统治着十几个和亚特兰蒂斯一样先进的国度 第四 亚特兰蒂斯发动了狂妄的战争 导致他们即将灭亡 在古雅典的那一天 众神之王宙斯发动了一场毁天灭地的地震和海啸 使得他们那个狂妄的国度毁灭 成为一个无法到达的地方 注意到很多故事都说 亚特兰蒂斯是一座巨大的岛屿 毁灭的方式是使岛屿沉入海底 但无论是梭伦还是柏拉图 他们从未提到过岛屿和沉没 梭伦说的是 亚特兰蒂斯在一片列索石之上 虽然在古希腊语中所诗有岛屿的意思 但同时也有水乡湿地环绕的含义 另外 柏拉图描述的毁灭场景是船无法到达的地方 这种形容虽然奇怪 但如果 将其与前面埃及祭司所说的那时海洋 可以同行这句同样奇怪的话 联系起来看 似乎在说的是 那十几个联盟的先进国度 在大灾难后变成了无法通航的海洋地带 但是 什么样的海洋地带无法通航呢 真的只是指海底吗 调查者 你是否认为这可能并不是指海底 而是在形容一场撒哈拉沙漠的惊天灾变 西罗多德为何将亚特兰蒂斯描绘在今天的撒哈拉沙漠中呢 很可能是因为他相信 古埃及的祭司们指出的亚特兰蒂斯坐标 就在沙漠中 观察西罗多德的地图 从古埃及首都迪比斯出发 向西行十天可达阿蒙之地 再向西行十天可知音之地 再行十天便可抵达一个人口众多的大都市 再行十天 在十天停留两站 即可到达古代的阿特拉斯治国亚特兰蒂斯 因此 根据地图上的形成距离推算 吉米认为地图中的亚特兰蒂斯 可以追溯到历史上一个名为毛利的古老部落 他们似乎还保留着一些远古的秘密 2015年 时代杂志评选出史上最富有的十个人 第十名是成吉思汗 第九名是比尔盖茨 第三名是宋神宗 他统治下的GDP占全球总量的 约25% 第二名是奥古斯都凯撒 他统治着罗马帝国最强盛时期 而第一名竟然是一个鲜为人知的黑人国王 他名叫曼萨穆萨 统治着黄金帝国马里 马里就是毛利人国度的后裔 然而当时已经是十三世纪 整个埃及和北非都已经皈依伊斯兰教 远古的记忆变得非常模糊 然而 我们仍然可以从历史细节中找到一些线索 比如1324年 穆萨前往卖家朝圣 他用整条的黄金地毯铺路 他在圣城大肆挥霍黄金 导致此后的20多年里黄金严重贬值 据研究 穆萨统治下的马里帝国当时占全球黄金产量的一半以上 直到今天 马里共和国仍然有1200吨黄金尚未开采 所以这与亚特兰蒂斯有什么关系呢 实际上 人们似乎发现了一种模式 地下蕴藏着财富的地方 地面上就会有一群看似原始 但传说中却充满古代文明的部落居民 而且这些居民为何都不愿离开呢 就像我们之前提到的加特罗夫山口 那里是曼西人世代守护的地方 后来证实 他们脚下有丰富的矿藏 还有伊斯兰教的发源地 阿拉伯沙漠 虽然贫瘠了几千年 但今天我们发现 那些坚守沙漠的土豪们 脚下竟然全是石油 还有我们文化中的乌山女神 这些乌贤国家 从山海经时代就守护在乌侠里 他们脚下也是无边无际的石岩和黄金 因此古代的石岩可谓是今天的石油 同样 吉米锁定的这个毛利人 他们坚守在撒哈拉沙漠中 无论被混血还是被伊斯兰化 他们都不愿离开到了曼萨穆萨的时代 我们发现他们脚下全是黄金 石岩和各种稀有矿藏 而这些矿藏 与古人所描述的亚特兰蒂斯情况 如出一辙 比如伦说亚特兰蒂斯的中央神庙 用黄金 白银 象牙和黄铜修建 黄金白银好理解 象牙也好理解 因为当时的撒哈拉还是绿洲 这个我们后面细说 而黄铜是什么呢 伦还说 黄铜被用于先进的武器 感觉就像黑豹里的镇金一样 一定不是我们所说的青铜 那会是什么呢 后来专家说 毛利塔尼亚的黄铜就是镍黄铁矿 世界范围内这种矿藏非常稀有 但毛利塔尼亚却非常丰富 如果几千年前能够用这种镍铁矿打造武器 那绝对会超越当时雅典人的青铜兵器 是一种超越时代的先进技术 因为镍铁合金直到今天都是坦克装甲和飞机外壳的重要材料 此外从远古的毛利人马里帝国再到如今的毛利塔尼亚 这一切在历史上呈现一脉相承的关系 撒哈拉之眼位于毛利塔尼亚境内 如果你今天去那里旅游 当地人会告诉你 统治毛利塔尼亚的第一任国王名叫巴特拉斯 就是古埃及祭司所说的亚特兰蒂斯之王阿特拉斯 这是否巧合并非如此 因为毛利塔尼亚人能够准确地描述他们的国王 从北方山脉而来建立了一个极度先进的国家 而北方山脉的故事在柏拉图的描述中也有出现 说亚特兰蒂斯北边有大山 南边有大海 因此对应到撒哈拉之眼的北边和南边 确实有一座小山和沙漠中的水池痕迹 这就是所谓的北山和南海 但事实上吉米指出北山应该更靠近今天植布罗陀的南岸 这座山自古以来就是欧洲人所知的阿特拉斯山 去年夏天 我有幸从卡萨布兰卡出发 穿越这片山脉 前往撒哈拉腹地游览 跟随当地的波波人导游 我们探索着这个区域 我问道 这里的盐很贵吗 为什么所有的塔金锅都这么淡 然后波波导游向我讲述了史前洪水和撒哈拉伊甸园的故事 这两期我都分享过 然而当时我并没有意识到 导游所说的盐全都在南方被洪水淹没了 这是什么意思 当我看到吉米的研究时 仿佛被触电般震撼 整个西非在古代 只有毛里塔尼亚撒哈拉之眼那一带才有盐产 然而 为什么这片沙漠腹地会产盐呢 波拉图说 亚特兰蒂斯的中心是一个圆形的岛 直径五个斯塔德 接着是一圈护城河 一个斯塔德 护城河外面是一圈岛 两个斯塔德 这里有浴场和温泉 然后又是护城河 两个斯塔德 再往外 又是一个环形岛 三个斯塔德 这是一些运动场和狩猎场 最外面还是护城河三个斯塔德 再往外去 是一堵石头墙 它隔开了中心区域 与亚特兰蒂斯的城区 城区宽五十个 斯塔德居住着百姓和官员 中心区域其实分为三层 中心岛有一圈三桶 也就是那个黄桶场所隔开 这里属于神与祭祀 中心一环 由金属西做区隔墙 这里属于国王与神官 中心二环由青铜做墙 这里属于贵族和神社 根据换算 古希腊一个斯塔德 等于今天的607英尺 约185米 因此 整个亚特兰蒂斯的直径 大约是23 5公里 撒哈拉之眼的尺寸 刚好是23 9公里也呈现出明显的三环一岛结构 甚至粗略计算 这三环一岛的比例也符合5比2比3 所以 那个中心岛上如今真的有温泉吗 根据2014年的调查研究 撒哈拉之眼的地下竟然有一座孤立的 始于白厄纪的碱性热液复合体 其形态类似于目前美国皇室公园的碱性热液复合体 你是否看到了温泉和岩碱 没错 与传说中一模一样 中心区域内真的存在温泉 再仔细观察卫星图 如今撒哈拉之眼外围有一圈白色区域 这其实就是实验 毛里塔尼亚的驼队 至今仍然来这里采盐 这些驼队的历史 可以追溯数千年 他们曾经垄断了整个西非的盐供应 这也是为何摩洛哥的塔金锅如此淡的原因 当地人非常珍惜盐 这也是当年马里帝国如此富有的原因 他们掌握了石岩这一古代经济命脉 只需控制石岩供应 便能让周围的部落全部沉浮 眼圈外面是向西南方向奔流的大地连衣 眼圈开口处也像是被巨大的洪水冲刷过一样 仿佛整个亚特兰蒂斯的遗迹都被冲到了沙漠中 然后随着沙漠洪水一路向西流入大西洋 曾经有爱好者深入撒哈拉之眼拍摄 发现当地人像摆地摊一样 售卖各种沙漠中挖出的人造物 有球形的 有三角形的 意义和用途不明 如果你认为这只是沙漠的自然产物 那么当地博物馆里 还有更多更加人工制造的职务 这真的可能是11600年前的先进科技吗 2006年 来自挪威的一个科考团在毛里坦尼亚的大陆架边缘 发现了一大片海洋沉积物的结构 论文中指出 该结构很可能是巨大海啸所造成的 在地图上可能无法准确判断其大小 但将其还原到卫星途中后 其庞大程度一目了然 这片结构恰好位于大地连一的重刷线上 宽度超过了130公里 更令人震惊的是 这座陈基山的厚度竟然达到了3200米 很可能我们要寻找的某些史前高科技的直接证据 就埋藏在这下面了 宽130公里 长230公里 厚3200米 这样的规模足以说明当年洪水的巨大规模 与电影中三四十米的末日洪水相比 这洪水要大得多 但如果我们认定这是洪水的终点 那如此巨大的洪水水源又从哪里来呢 这个问题十分棘手 难以解释 难道仅仅是撒哈拉只眼上游的几条河流吗 起初吉米的调查围绕着河流的猜想展开 但似乎他逐渐发现了更加惊奇的事实 为什么吉米会认为 柏拉图描述的北山应该是更北边的阿特拉斯山的 这有两点基于 第一 毛里坦尼亚当地传说 他们的祖先来自北方山区 乘船来到这里 第二 柏拉图还说亚特兰蒂斯交通发达 涅索斯与涅索斯之间有着便捷的交通网络 从亚特兰蒂斯所在的涅索斯 可以航行至世界各地 亚特兰蒂斯城里还有来自世界各地的商骨 这似乎描述的是一万年前撒哈拉还是水乡伊甸园的情景 从阿特拉斯山到撒哈拉之眼 再到大西洋沿岸 应该有一条大河 我们姑且称之为阿特拉斯河吧 阿特拉斯河水量充沛 在如今的撒哈拉腹地形成了一大片阿特拉斯湿地 其所属的各个涅索斯并非海岛 而是一片又一片的湿地家园 然而这样一条假想的河流是否真的存在呢 北边的阿特拉斯山是否真的能给撒哈拉沙漠带来如此丰沛的水源呢 2015年来自法国和日本的联合课考团证实了吉尼的猜想 他们找到了这样一条古老的阿特拉斯河 研究表明 直到5000年前 这条河仍是一条媲美雅鲁藏布江的大河 起源于阿特拉斯山滋润着整个西非和毛里坦尼亚 而其出海口位置已经被确认 正是前文提到的大西洋沉积山的地方 看来传说与现实再次相符 然而还有一个问题 即使阿特拉斯河的水量足够大 甚至是雅鲁藏布江的十倍 但这也无法解释撒哈拉上的古代文明遗迹 更不可能在大地上留下如此宏伟的涟漪 大西洋里的陈基山 也不像是由河流造成的遗迹 水 水源在哪里 这个问题尚未解决 阿特拉斯河解决了水源 但无法解释洪水规模之大的问题 难道毁灭亚特兰蒂斯的滔天洪水 真的是从天而降吗 这个问题看似复杂 但并未困扰机密 因为一切都被印刻在大地之上 我们从卫星途中继续寻找 就会发现一次冲刷线的痕迹 这些痕迹一直向东北延伸 直至突尼斯 又延伸至地中海 水 这不是一条河 而是一条贯穿地中海和大西洋的海峡 科学家已经证实 一万年前的撒哈拉是一个伊甸园 拥有长颈鹿 大象 丰富的水源和郁郁葱葱的森林草原 然而 大海穿越整个撒哈拉 这似乎太夸张了 然而 毛那亚和西非地区 确实发现了许多人类的海骨 这说明 这里曾经存在过海洋 这些沙漠 严检大地连接也确实来自海洋 专家们表示 如果海洋穿越撒哈拉 那么 这可能是恐龙时代的地貌 正如2019年的一项研究所显示的 距今5600万年到6600万年前 这里曾经被海洋分割 但那些出土的巨型精类化石 如何解释呢 精类大约只有5000万年的历史 而且很可能在不到500万年前 才进化成巨型精类 针对这一疑问 专家们目前仍在进行研究 但调查人员吉米提出了一个假设 也许一切并没有那么古老 比如撒哈拉的最高峰 酷西火山 2003年 拉萨联合法国国家科学院火山实验室 对酷西山展开了调查 调查结果表明 尽管酷西山目前是一座丝火山 但在其活跃时期 从240万年前一直到2 4万年前 它曾多次喷发 吉米指出 仔细观察 酷西山的卫星照片 可以发现其四周 有一圈明显的喷发痕迹 如果假设这些喷发痕迹来自2 4万年前 那么进一步观察 东南边一块喷发痕迹上的水石断层 可以推断2 4万年前 酷西山的最后一次喷发后 巨大的水流冲刷了其喷发痕迹 这进一步证明了2 4万年前 撒哈拉还有大海的存在 然而 这样的孤立证据仍然不够 我们需要在撒哈拉中继续寻找海洋的痕迹 很快 我们又发现了一条十分离奇的线索 当撒哈拉还是绿色的伊甸园时 科学家通过还原 展示了2万年前的撒哈拉景象 其中有众多湖泊和湿地 这个对比图并不太久远 而且显示了撒哈拉之眼附近出现了大量的湖泊 其中最大的是乍德湖 而这个湖至今仍然存在 专家们通过研究沉积物 成功还原了约2万年前的撒哈拉古地图 然而 乍德湖的情况却十分离奇 存在着许多自相矛盾的线索 比如 乍德湖可能更应该被称为乍德海 因为这里发现了大量的海洋沉积物 还有至今仍未干涸的岩碱队 仿佛是另一个离海 似乎是古代的乍德海 这个湖泊结构十分离奇 理论上说 由于水流都是向低处流动 海洋应该是地球上最低的地方 海拔为0米 因此 这样一个与大海连通的内陆湖泊结构 在理论上是不可能存在的 除非乍德湖本身就像离海一样 是一个低于海平面的盆地 海水才会流入其中 然而 现实的乍德湖 却位于海平面上方400多米 这意味着约2万年前 400多米高的天空中出现了一片大海 这已经超出了史前亚特兰蒂斯高科技的范畴 制造这样一片天空之海的目的是什么呢 因此 破解天空之海的谜团的关键并不在这里 那么究竟在哪里呢 吉米即将提出一个全新的假说 来揭示亚特兰蒂斯的真相 柏拉图曾说亚特兰蒂斯的南边是大海 从那里可以乘船通往世界的任何地方 同时 柏拉图还描述了亚特兰蒂斯是一个大环套小环的海环结构 这些海环也连通着南边的大海 因此 我们可以推测 约2万年前 撒哈拉之眼这里可能被海水淹没了 海平面上升了吗 输入数据后发现 要让撒哈拉之眼呈现出柏拉图描述的样子 海平面至少要上升400米 然而 要让海平面比现在高400米 约2万年前的海平面就要比现在高400米 这是不可能的 因为地球其他地方从未留下过相关的证据 即使是爱好者们津津乐道的新鲜女牧事件 也只让海平面上升了20米左右 更何况 根据海平面数据显示 约4万年前的海平面比现在还要低140米 那么 如何解释撒哈拉之眼这个异常的海平面问题呢 难道这也像乍德谷海一样 是柏拉图所说的那些猎手 不是海岛 而是空中海岛吗 那些11600年前 进攻古雅典的亚特兰蒂斯军队 是从空中海岛出发的吗 这种奇幻的设想 如果成为动画 一定会十分引人入胜 究竟约2万年前 这里发生了什么呢 吉米突然想到了 柏拉图提到的亚特兰蒂斯 如何毁灭的细节 除了洪水 还有地震 史无前例的强大地震 我们通常认为 地震导致陆地沉没 但事实上 地震往往会让陆地抬高 那么 什么让亚特兰蒂斯毁灭后 变成了一个无法到达的地方呢 并不是地震和海啸 让它沉入了海底 而是狂暴的地震 将它送上了天空 一万一千六百年前的那场 毁灭亚特兰蒂斯的大灾变 会不会是一个地球敲敲板呢 就在1987年一部由张国荣和王祖贤饰演的 《倩女幽魂》 火遍大江南北 一个漆黑的夜晚 一名叫宁采臣的书生 到江南一座阴森的古寺投诉 结果遇到了一位美丽的女子 宁采臣被女子的美貌吸引 却不知这女子早已不是世人 于是便上演了一段人与鬼的恩怨情仇 这部电影让宁采臣和聂小倩之间的爱情故事深入人心 也让一座古叉闻名世间 蓝若寺 然而你一定不知道的是 这座古叉竟然在现实中真实存在 并且在数百年前 这里的确是一座鬼寺 那么这座古叉当年究竟发生了什么 普松林笔下的聊斋故事 在现实生活中真的发生过吗 一次考古活动让人们意外发现了这座 神秘寺院的遗迹和它背后的秘密 蓝若寺 这个幽暗阴森的古寺 到底是人为杜撰的虚幻之处 还是确有其地 普松林在聊斋之意中这样写道 宁采臣 这里提到的蓝若寺是在浙江金华 可是金华附近历史上有一座寺庙 名叫蓝阴寺 虽然名字类似 却并非十分吻合 那真正的蓝若寺到底在哪里 时间来到2016年11月 因绍兴市平水镇 蓝若寺水库裸心湖建设项目的开展 浙江省文物局对建设规划范围进行考古探勘 起初听到蓝若寺这个名字 考古队感到十分的疑惑 这个蓝若寺是不是就是影视剧中那座 阴森古叉的原形呢 为了一探究竟带队的考古专家 罗汝鹏来到当地的村镇 向老人打听蓝若寺的下落 据当地的老人讲 这之前确实有一座寺庙叫蓝若寺 但是在很早以前就已经毁掉了 原来果真有这样一座寺庙 考古队员激动万分 于是他们寻着老人指的方向 去寻找蓝若寺的踪迹 考古队一行人来到了蓝若寺遗址周围 这里早已是竹林茂密 杂草丛生 一般人很少到这里来 而经过反复的考察 他真的发现了几处小型的墓葬 通过仔细的勘察 他们发现有几座墓葬已有 距今700年的历史 也就是说 这些大概是南宋时期的墓葬 这和电影中的时代背景 十分的相近 这个发现激发了考古队员的兴趣 他们继续深入考察 希望能够发现更多的遗迹 可是反复的考察之后 却没有更多的发现 这让考古队员们有些心灰意冷 但是罗汝鹏却坚持要继续考察 一方面是他本人对电影中的蓝若寺 印象深刻 另一方面是他曾在考古专家 郑嘉丽浙江宋木一书中 找到了这样一条信息 书中说 在浙江有水库的地方 一般都会有一定规模的宋木 而兰若寺遗址附近正好有一处 兰若寺水库 这说明附近很可能有大型的宋木存在 于是他们继续考察 终于在山坡一处发现了一个稻洞 有稻洞说明必有墓葬存在 考古队员激动万分 他们还找到了一个曾经做过盗墓者的人 据他说 这儿的确有一座墓 他还曾经讲过这座墓 还发现了像太妇第一夫人之类的 背文遗迹 就说明这座古墓很可能是一位 古代高官的墓葬 且颇具规模 这个意外的发现顿时引起了轰动 他们很快开始了对大墓遗址的清理工作 经过一天的清理 他们清理出了一条长达十米的虚弥座 虚弥座起源于印度 在唐代开始遍及中国 是一种安置佛像的台座 也是一种理智建筑 这座墓的虚弥座竟然长达十米 在这之前的宋墓中是很少见的 说明这座墓的规模应该是很大的 而且这座墓的主人也一定非同一般 怀着激动的心情 考古人员继续进行清理工作 在清理的过程中考古人员发现 大概有一平方米用于风土的清砖规格 与其他清砖的规格大不相同 可是当考古人员揭开这些清砖时 却发现清砖的背后赫然出现了一个盗洞 虽然这个盗洞没有打通主墓室 但还是让考古队员心理一凉 紧接着随着清理工作的继续 陆陆续续出现了十几个盗洞 这些盗洞的出现间隔时间很近 且都被人精心修复过 这很可能是当年这座墓的修墓人修复的 可是接下来的发掘工作 多少令考古队员有些失望 墓穴很快被清理出来 有两个并排石穴 说明是夫妻合葬墓 压关石足有五吨重 说明墓主人的确身份尊贵 但是棺墓早已腐烂 墓主人的尸骨也不知去向 且由于被盗严重 墓中基本上没有价值的文物出土 连墓之名都没有 这让墓主人的身份扑朔迷离 但随着清理工作的继续 整个大墓的结构逐渐显现 出现了四角坠楼的结构 且出土了飞天的建筑构建 这说明墓主人至少是三坪以上的官员 另外在清理墓中排水道结构时发现 排水道附近存在大型建筑遗迹 从大型遗迹到主墓室距离 竟然达到了70米 后来经过近一年的持续发掘 整个墓园出现在人们面前 墓园沿山市共有四级台阶 分上下两个园区 占地面积超过一万两千平方米 竟然超过了南宋地灵的面积 而像南宋全巷 史弥远等人的墓的面积 只有这座墓的三分之一 更令人惊奇的是 我们熟知的兰若寺 竟然也是墓园的一部分 是专为墓主人祭祀起伏的墓寺 这就与电影中表现的别无二致 兰若寺竟然真是一座鬼寺 这的确是前所未有的发现 如此大规模的墓葬 且距离宋六陵 直线距离只有八公里 这说明这座墓葬很可能也是皇家墓地 那这座墓的墓主人到底是谁呢 通过查阅史料 众多的线索都指向了一个人 宋礼宗的生父赵西路 宋礼宗是南宋的第五位皇帝 他虽然继承了宋宁宗的皇位 却不是宋宁宗的亲生儿子 他的生父是南宋的远之皇族赵西路 赵西路之前只是绍兴府山音县的县位 而在宋礼宗登基之后 他被封为荣王 且赵西路父子在绍兴居住了七十余年 这一切都说明 也许在南宋时期的绍兴 只有赵西路才能配得上这座 超过地灵规模的墓园 那么为什么这座灵园会遭到如此严重的盗绝 且还是在有守墓人的情况下多次被盗呢 其实翻阅历史我们不难发现其中的原因 南宋地灵以及一些权贵的灵墓被盗绝的情况 也同样严重 这主要是元朝造成的 当时虽然元朝灭了南宋 但是原本南宋管辖的百姓却频频发动起义 威胁到了元朝在南方的统治 怎么才能让南宋移民真正归附新朝呢 忽必烈想了个损招 他派遣吐蕃僧人去挖掘南宋地灵 以此来断绝南宋的龙脉 这才有了宋六灵惨遭盗绝 帝王尸骨都被弃之荒野 甚至宋李宗的头骨还被做成酒杯 成了元朝贵族把玩的器具 直到朱元璋建立明朝 攻克大都才将宋李宗的头骨找回 重新归葬 也许就是在吐蕃僧人挖掘南宋地灵时 与地灵相近的兰若寺大墓也被疯狂盗绝 而守护这里的人也只能眼睁睁看着大墓被盗 暗自流泪 默默修补陵园吧 值得一提的是 这座兰若寺大墓的墓葬规格经专家们的 分析认为 很可能是明清两代皇陵真正的参照源头 众所周知 明清两代皇陵以庄重宿墓 规模宏大著称 与汉唐两代的皇陵有很大的不同 以明孝陵为例 朱元璋由于在南京建都 所以他的陵墓也选择了南方陵墓的规制 在建造上 明孝陵继承了中国帝王陵墓 依山为陵的制度 在陵寝建筑平面布局上 开创了前方后园的基本格局 在陵宫建筑内容上 首次模仿南宋皇帝前朝后寝的陵宫制度 这些建筑风格与兰若寺大墓有着很多相似之处 所以兰若寺大墓的发掘 虽然没有出土很多有价值的文物 但他的建筑风格却对研究地灵建筑的发展 有很重要的意义 一部影视剧一次商业活动 带来的一次考古发掘 使得兰若寺大墓重建天日 对于兰若寺 人们的记忆也许不再 会停留在阴森恐怖 鬼魅出没的迷境 可能会更加关注兰若寺大墓背后 那些历代帝王们无处诉说的悲痛 在中国西南地区 曾经存在一种名为藤的邪术 通过控制虫类残忍地将人杀死 最后让人只剩下干尸 这个邪术曾经存在于一个名为 巅国的神秘国度 这便是中国历史上最神秘的文明之一 古巅文明 两千多年前 古巅文明突然出现在中国 之后又一夜之间神秘消失 它们是谁 它们是如何消失的 奇怪的青铜造型中究竟隐藏了哪些秘密 今天我们就来聊聊这个神秘的过渡 1956年云南昆明的梁王山上流出了一件样式奇怪的青铜器 这件青铜器几经转手后 到了一个古董商人的手上 起初看到这件青铜器时 这位古董商人是非常的惊讶 青铜器他是见过不少 可这样的青铜器他还是第一次见到 以商周时期的青铜器为例 上面的花纹都是繁荣福利 很多都刻有名文 而这件青铜器的形状与花纹 都充满了异域色彩 显然与中原的青铜文明不是同一个体系 为了知道这件古董的价值 古董商人咨询了当地的考古专家 考古专家看到这件器物后也是大吃一惊 因为在众多史书中 并没有关于西南边陲拥有青铜文明的任何记载 如果这件青铜器是来自云南本土的青铜文明 那么史书就可以重写了 兴奋的考古专家们第二天就成立了考古队 来到了古董商人所述的梁王山 但是考古队几乎找遍了梁王山的每一寸土地 却连一座古墓也没有发现 好在考古队并没有放弃 经过多方询问 考古队才知道真正的墓葬地 是在梁王山旁的石寨山上 据说这座山早在很久之前就有很多之前的文物流出 而一些看起来不太值钱的 就被人们当成了破铜烂铁给卖了 这让考古专家蒋志龙气坏了 后来考古队当然对石寨山的古墓进行了一番挖掘 这一挖竟然让整个考古界都为之震撼了 考古专家在一座王族墓中挖出了一枚颠王印 以及一批用青铜胶筑的柱贝器 正是这枚颠王印 揭示了这座古墓的身份 也是这批柱贝器改写了司马迁的史记 那么他们究竟发现了什么呢 这批柱贝器形态各异 却大写着不对劲 他们的底座是原来古颠国 用以沟通神灵的铜骨 地位可以说是至高无上的存在 而这样神圣的铜骨里面 却装满了贝壳 并且在骨的顶部 还被交住了各式各样的小人 这些小人地位是高低不一 连最卑微的直三涌 都可以跪在铜骨上 这是怎么回事呢 考古专家的脸上写着大大的问号 第一 古颠国是盼水而居 贝壳与他们来说是司空见惯的 他们也不可能会把贝壳当成钱币 可这墓里的主人 却是把贝壳奉为珍宝 并且这些装满贝壳的筑备器 只在王族墓穴中出现 其他任何一座墓穴中 都没有出现过这种迹象 第二 被封为神明的铜骨 是古典人 祈求风条雨顺的存在 不可能会把铜骨造空 还在上面加以改造啊 更不可能让直三涌 骑在铜骨的头上 根据史实 把贝壳当宝贝的民族 只有来自北方的游牧民族 这就奇了怪了 难道套马的汉子千里迢迢来到这里串门了 还一串串成了古典国的王公贵族 有意思的是 根据专家的科学探测得出 这些筑备器的骨身与骨上面的盖子 并不是同一种筑同工艺 也并不是同一个年代的产物 而接下来的发现就更有意思了 古典视觉形象的动画小组 根据出土的人物形象 用电脑复原技术做出了他们的三维动画 让人大吃一惊的是 这些古典人竟在这湿热的云南境内穿着兽皮 而且还把自己裹得严严实实的 难道真的是汉子们千里迢迢来这里串了个国吗 后来在墓中又发现了一些这样的扣子 你猜这扣子的工艺是来自哪个地方呢 没错 就是北方游牧民族所在的甘青高原 如果这些证据还不够 你再看这些青铜像 这些雕像都是一些虎豹蛇狼等猛兽 与牛猪等家畜或鹿等相对温顺的动物 死死咬在一起的瞬间 这样的文化象征也是大草原所特有的产物啊 另外考古专家还从一些筑备器上发现了两层图案 最底层是用阳文工艺雕刻出的写意图案 而这层图案已经被人工学得模糊了 取而代之的是一层用英文工艺雕刻出的写实图案 图案中的服饰正是低腔人的服饰特色 到此我们结合下史实 答案就可以呼之欲出了 史书记载 秦国时期低腔人因为秦之威率族人西南迁 这样看来在古典国的王族墓中见到了有墓人 并不是一件巧合而是历史的必然 可是问题来了 这些游牧人南迁也就南迁吧 怎么还就成了古典国的国王了 司马迁的史记中记载 建立古典国的国王是秦国时期的楚国人 庄翘 虽然考古界并没有找到关于庄翘建立古典国的有利印证 但这个历史也被我们认识了千年之久 如果古典国真的是一支游牧民族建立的 那么他们又是如何征服了古典国的储著仆人呢 根据考古专家推测 当年的那只敌枪人骑着高头大马来到了古典国的街道 当时的古典人根本没见过马这种动物 还以为是怪物 虽然丢盔弃甲的撕散奔逃了 连原来的古典国国王都弃了王位逃跑了 而这只敌枪人的三位首领三骑士便开始统治了整个古典国 并且毫不客气地改变了古典国原有的文化习俗 甚至在地位崇高的铜骨上肆意发挥来自大自然的浪漫 还把他们游牧人最爱的海贝当成了宝贝 带到了坟地中 这些筑备器变成了古典国独特的文字史书 一组一组的人物形象将典国社会的生活场景凝固在了这个瞬间 其中一件筑备器是由127个人物组成的 其描绘的场景正是巅人祭祀的场景 坐在祭祀台上接受人们的祭拜 而巅国的首席女巫 她手拿机挂 口中念着神秘的咒语 而在这个广场即将要举行的是一场活人祭祀仪式 广场中央筑立着巨大的祭祀柱 祭祀柱上盘绕着两条巨大的蟒蛇 顶上坐卧着虎状的怪兽 这两种动物正是代表巅人信仰的图腾 而广场的另一侧是一根用巨石做成的猎头柱 柱子上面的人就是即将献给神灵的祭品 这件筑备器则再现了古巅国的建筑形象 这是一种木结构的建筑 是被称为橄榄石建筑的楼房 房子下面被木柱撑起 牲畜在下面 人柱在上面 简直是热闹无比 然而这个拥有古怪历史的巅国 在载入史册后不久 怎么就突然从浩瀚的历史中消失的无影无踪了呢 这就不得不提及另一个关于巅国的考古发现了 2006年的时候 考古专家们在云南省成江县 旧城村东边的金莲山上 发掘出了令人毛骨悚然的一处墓葬 金莲山并不高 但他的地底下却是密密麻麻的人体遗海 他们互相堆叠着 一层又一层的叠加 出略估算 至少有上万句之多 因为人类遗海中 还有不少青铜器之类的随葬品 和石寨山墓葬中的青铜器 完全是一种工艺和风格 所有考古专家们很快就确定了 这也是古典国的墓葬 可这些密密麻麻的人体遗海 又是从何而来的呢 据史书记载 在古典国归顺西汉之后的最开始几年 古典国作为西汉的地方政权 一直和中央朝廷和平相处 服从管辖 定期朝供 但是随着汉朝廷不断加大 对西南地区的汉化 在公元前86年的时候 典国所属的汉王朝 益州郡 爆发了大规模的当地不足起义 所以 考古专家们一开始认为 因为巅国挑战了汉朝廷的权威 被出兵镇压 巅国军民在战火中因为屠杀死伤无数 所以才有了这上万具相互叠加的人体遗害 这也直接导致了巅国的灭亡 并从历史的长河中消失 虽然这样的推测看起来似乎有理有据 但是却经不起仔细考究 如果这次战争造成了这么多人体遗害 并让古巅国灭亡消失 这些遗害的身上就应该有很多被刀剑砍伤的痕迹 可事实上 考古专家们发现这些遗害上并没有刀剑砍伤的痕迹 大部分都是完整的 而且还有不少妇女和婴儿的遗害 此外考古专家们在查阅了更多的史料发现 这次部落起义主要集中在滇池南部通海一带 起义的领导者也并不是滇国国王 既然在战争中被屠杀灭国的推测不成立 那会不会是国民死于危疫后灭国的呢 在古代能造成这么大规模死亡的也只有天花和黑死病了 但是医学专家通过对这些遗害取样检测后 也否定了这个推测 那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呢 金莲山上的古典国万人坑 不可能是凭空出现的 古典国更不可能是凭空消失的 总要有个理由吧 考古专家们翻遍了所有古典国仅存的文献和史料 终于得出了一个比较靠谱的结论 那就是作为少数民族部落的典国 当时虽然有很多方面都被汉化了 但是依旧保留了和中原其他地区不一样的丧葬习俗 那就是古典国流行二次葬 国民去世后先安葬在自家墓地 到了一定时间就会在祖坟上建造一个墓穴充当公墓 然后把国民的遗害都收集起来 全部安葬在公墓里 葬的多了自然也就层层叠加了 而且为了节约空间 古典国民众二次下葬的时候 甚至连棺墓都不用了 这也说明了古典国的消失和这上万句遗害并没有关系 至于古典国的消失之谜 考古专家们在云南地区做进一步深入考察研究的时候 在很多当地的少数民族中发现了一些线索 比如云南红河哈尼族的南巫师祭祀时跳的一种舞蹈 就和古典出土的青铜器中的舞蹈动作非常相似 此外云南很多偏僻少数民族的村庄也保留了一些古典国的生活习俗 但是这些线索只能说明古典国当时对这些少数民族的影响很深 要想证明消失的古典国人民与这些少数民族有关 证据就不够充分了 毕竟这些地方连古典国最具代表的典式建筑都没有 不过就在考古专家们一筹莫展的时候 遥远的苏门达拉岛竟然传来了关于古典国的消息 在苏门达拉岛中的一个叫做沙摩西的小岛上生活着一群巴达克人 这些巴达克人所住的房屋都是史料记载中 典式建筑最典型的长级短言 左右两边的屋顶都是向上高高翘起的 而据当地的巴达克人说 他们的祖先的确是外来民族 因为一些原因才迁居到此 并且曾经还和古典国一样拥有残忍的猎头习俗 和二次藏的丧葬习俗 虽然巴达克人拥有这么多与古典国相似的文明习俗 似乎已经足以证明巴达克人的祖先就是西汉时期 为了摆脱西汉朝廷强权统治 而被迫偷偷迁居到苏门达拉岛的古典国人民 但是想要进一步确定 还需要采样进行DNA对比 可遗憾的是 由于生物科学家们在已有的古典人遗害当中 并没有找到有效的DNA信息 所以现在的巴达克人究竟是不是消失在古典人民的后裔 还有待进一步考证 好了 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 关于视频内容你们有什么看法呢 欢迎在视频下方留言讨论哦